大家好,10月19,错,10点19分,11月3号礼拜三啊 在胡同,探访北京老百姓的生活 在胡同里,遇到了一位老知青 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您知道我这知青是怎么回事 我是从那边退休回来的 医疗不管,医疗不管 工资拿那边的工资 知道吗 所以什么什么都跟北京人不一样 我虽然现在户口在北京 没有,跟北京的待遇一点都不一样 掌工资的时候他们掌200 我也就掌100 您现在是那边退休 对 那边拿工资 那边看病 看病就在那边看去 看病可以在这边看呀 对,但是那边报去 报信水平是按那边报啊 这北京还给你有时候给你开自费药 对 自己掏吧 糖尿病,他心脏不好 我们不看病 为什么 我攒着点那钱嘛 我把那钱都送医院去干嘛呀 我们挣钱那么低 我们俩都是那边退休的 哦,老头也是那边的 对,我们是军工厂 插队 我在陕西插队 分到陕西宝基 我在71号信箱都属于军工厂 在那上 哦 那最后面是902厂 哦 走向社会啦 统筹啊 社会那什么 因为我们厂是宝津 那边的三大支柱之一 烟厂石油和我们902厂 嗯 走向社会以后 我们就一下跟社会拉平 工资比他们都低 不比我妈都低好多 你想想 哦 我现在拿三千 您说 退休金啊 对 我坐我旁边那个老 他是个老师 我就说我拿三千 他说 现在还有拿三千呢 你胡说吧 我说我就拿三千 太少了 他拿七千多 嗯 太少了 不要紧 您看病 他给我们报销啊 嗯 不报 哦 我们现在怎么办 那边交着保险 我们现在因为我是知青嘛 我们一直在斗争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知青一直在斗争 你知道 斗争的结果什么 可以参加一老一小 我又得交一份保险 我们俩呢 就是能不去看病 就不去看病 好人中这点心 我都给他送到医院 我们俩现在就是锻炼 锻炼 锻炼 我们那老爷子锻炼可好 没有人不夸他 是吧 我也还行 我们俩还有什么 打工 我四十四岁退的修 我打工打了四十多年 您说我辛苦不辛苦 您啊 对 我先是在那个国际展板中心 干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到西北光中学 干了十五年 干什么呀 打工能干什么 干全大师 人家特别相信我 然后守着他们的大门 真好 那是在一个月一百块钱都补到 九十 对 我刚一起只有九十 九十块钱 在我那时候就 你可别跟人说你挣九十 多丢人 你说你挣一百好不好 就可怜到那份 有真是 我就跟人说我挣一百多 我不敢说我挣九十 但后来在这出了的时候挣了 也不到一千 反正也是几百块钱 干了十五年 因为房子是工房嘛 人家说要给我装修 你赶快回来吧 我就只好把那边退了 我回来了 回来以后 我不是居委会 我是积极分子 应该看得出来 应该是积极分子 还是大师大师 先天个人 应该是 我那个我在积极会 跟着积极会干了好多时间 真好 后来我就到中国书店去打 打扫卫生 后来那个保安就特别同行 我说你干那么好 这才给八百 我带上 那个 十拉夫中 我到十拉夫中 就干了一段时间 干了几个月 那给了一千 两孩子现在跟您一块住吗 我要说都要掉眼泪的 您说 能说吗 能说 就想听您说这个 我有俩孩子 然后老二工作单位 可以住 六日回来 老大工作单位 不能住 所以平常呢 我们 这现在是两间 我只住一间房 我们俩和老大一块住 六日的时候 老二回来了 老大自己出去 我以为他就跟同学 在一块 因为有同学 我们去哪 我后来才知道 在公园待一起 公园的椅子上 待一起 是吗 就这样 因为老二 我们现在还住 生命里 我们都不能住 住不了 俩人没结婚吗 你听吧 那会儿 那是那会儿的事 早的 所以说起这事 我就讲 两人 我都不知道 我们家老大这么可怜 在公园椅子上 带一宿 姑娘啊 哎呦 椅子上带一宿 为了让老二 能和我们住 一间房 一间房 我们俩住在床上 旁边大爷小船 就根本这么住 后来老二 老大就觉得 北京都带不了 不嫌了 大妈这一代老知情人 是祖国的建设者 十几岁离开故土 投身到我国的建设中 值得我们记住他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李 真可怜啊 我前一段还做了个节目呢 知青都挺可怜的 我前一段做那个节目 把我认识的12个知青 那么的受苦受难 都给做了一个节目 切牛片 两个节目 我们做一个节目